地球人都知道山西人最爱面食 这一碗红油飘香的丸子面 真让人口水直流 山西面食历史悠久 而林文牛肉丸子面却是个例外 它是七十年代 由一位回族老师傅首先推出 现在山西大街小巷都随处可见 牛肉洋葱剁馅加入鸡蛋小味 再加淀粉搅拌上进 挤成肉丸炸熟备用 牛油下锅 倒入香料和配料炼油 清水锅里加入牛棒骨和牛肉 放入葱段 姜片 料酒 大火烧开 小火慢熬三个小时 高汤内加两大勺牛油辣椒 调味后下牛肉丸子 煮好的面条打底 加入牛肉片 丸子 浇上汤底撒上香菜葱花 红红的汤汁浓郁香味 扑面而来超有食欲 可谓色香味俱全 让人大吃三碗